全国州署个别处于有限行管令和复原期行管令的阶段 政府也允许举办社交活动 包括年度代表大会 对此 行动党宣布从星期日开始直到6月5号 各州可以根据时间表召开党员代表大会 行动党全国组织秘书陆兆福发文告指出 各州委员会已经接获指示筹备代表大会 严格遵守防疫指南 确保会场足够宽敞 出席人数不得超过场地容量的50% 根据时间表 匹立将会率先在这个星期日召开大会 在所有州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后 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也将会在6月30号前举办 配合今年党选 陆兆福解释 各州委员会的提名和选举程序已经完成或进行中 并将会根据党章条规将有资格参选的提名名单 发给每一位代表